为了鼓励长辈养成阅读的习惯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 与南投家庭教育中心合作 在国庆社区办理热林阅读方舟系列的活动 希望透过各种不同的阅读方式 来鼓励长辈多吸收知识 让生活因为阅读变得更丰富 过去的这个舞台阅读是针对学童们 学子们 那么我们希望说这个阅读能够在向上来延伸 所以我们就推展到老人家的身上 那现在这个所谓的阅读 不是大家认知上那种很严肃的坐在桌上 为今正做这样阅读 事实上阅读它是很多元化的 包括一般的这个报纸 杂志 甚至影片等等 这个都是阅读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比较活泼方式的方式 那愈教愈乐 让老人家在生活中能够用最愉快 最清楚的方式来进行阅读 先议员陈一军感谢文化局 以及南投家庭教育中心的用心 能够鼓励长辈们阅读 让他们有机会多元学习 让生活更加丰富精彩 阅读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 还要抱着一本书 或者是看报纸 那因为网络的这个时代呢 现在我们改用一种 比如说让长辈们可以来 看一些怀旧的电影啊 然后看看不同国家的文化的这个电影 然后呢 看完电影之后再来做一个讨论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透过不同的阅读的方式 然后也透过这个吸收不同 来自不同其他国家的这个文化 来让我们的多元的这个阅读呢 能够更落实到每一个乡镇 每一个社区 先议员林芳瑜 也特别到场与长辈们同乐 除了肯定文化局 以及家庭教育中心的用心之外 也肯定他们能够应景的 让长辈们DIY种植造型的乡包 让参与这个课程的长辈能够更加快乐 其实文化局所办的活动相当的精彩 以往都是在我们县 我们南投县还有现在走入各个社区 让这些长辈们能够经过这个文化活动的洗礼 我相信他们能够感受更不一样 所以说也希望说他们这一个应景的活动 能够带给他们更不一样 更快乐 更健康的一个活动 副议长潘玉全肯定县府文化局 以及南投家庭教育中心的用心 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课程能够来推广 让长辈们能够透过不同管道多元学习 让生活更加精彩 记者陈伟一 国性乡采访报道